新闻首先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是为在林口的文化三路跟民生路的路口 在这个路口经常发生重大的车祸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路口只有设闪光灯来警示来往的车辆 而这些车辆有时候为了赶时间 车速过快就会相互征道 所以当然就会造成意外频传 那么蔡淑君议员服务处这边 特别邀请了交通局前来会刊 在会刊过之后 这个交通局表示会将这个原先的闪光灯 改成三色耗制灯先试用两个月 林口文化三路与民生路口 时常发生重大车祸 主要是因为该路段的耗制灯 只有闪光紧实而已 蓝网车辆未赶时间车速过快 又相互征道造成意外频传 地方就希望能将闪光灯改色为三色耗制灯 以减少意外发生 因此便请托市议员蔡淑君服务处 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改善 有民众跟议员陈情 文化三路跟民生路口 这个路口经常会发生重大的车祸 就是因为这个路口的那个耗制灯 它只有开闪光的方式 交通局也表示说 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开三色耗制的 全天的三色耗制的原因是说 它跟下一个路口福林路 大概只有距离差不多十公尺的距离 那怕说这样子一开的话 事实上可能会影响到车流的动线 交通局表示 由于该路段与下个路口仅十公尺距离 当初为避免耗制灯会影响来往车流 才会以闪光耗制警示 经过大家充分的讨论 基本上交通局也是尊重当地的意见 那这部分就是会请交通局 在这个路口先 那个24小时开设那个三色的联动耗制 先试行两个月 那在这两个月的试行的期间 如果还有民众 还有说其他的单位 有反映这个耗制 就是设置的不好 这部分的话 交通局会另外的再行调整评估 在与地方协调沟通后 交通局会将耗制灯更改为三色耗制灯 先行试用两个月 若日后有民众表示反对意见 届时将会再另行调整讨论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导 不客气 对不起 进行调整讨论